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客人们 最近激烈地讨论起了一个话题 谁才是蒙德城最强战力 最强 强到一拳能放倒几只秋秋人 算最强吗 好 那我要提名你 对了 巴顿先生 关于这个话题 大家讨论出什么共识了吗 嗯 指望自由之都的人轻而易举达成共识 就像期待天上钓鱼人吐司一样难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但谁手里的信息都不全面 所以讨论才会变得激烈又有趣吧 现在市面上占据主流的提名 我想想 应该是蒲公英骑士派和暗夜英雄派吧 我支持你哦 不过 我们还是进酒馆打听看看吧 说不定会有什么异闻呢 哼 这份悠闲真让人羡慕 你们不用管我 哼 我也得继续工作了 沉溪酒庄的蒲公英酒 有 今天想喝点什么 最强战力 我不太关心这类话题 哎 我还以为会有什么 只有九宝先生才知道的消息渠道呢 没错没错 就是这样 我可不做情报方面的工作 但真要我推选一个人选的话 暗夜英雄吧 我听人提起他的事迹 好像是从深渊教团手里救出过平民 出现了 是隐藏情报 话说回来 那些深渊教团的怪物 还真是四处作乱啊 你好 我在锻炼身为冒险家的酒量 你要不要一起 你问我心目中的最强战力 那应该就是光辉万丈的大冒险家 斯坦利先生了吧 虽然协会的赛流斯会长也很厉害 但能够直面禁忌海魔兽的 只有斯坦利先生一个吧 禁忌海的魔兽 听上去很凶猛呢 要是出现在你面前 你会害怕吗 哦 真不愧是你呢 你也是来品尝蒙德著名的好酒吗 要说最强的话 那当然是我们的情团长了 就是因为情团长太厉害 甩几下剑就能击败一记守卫 一个人就能扫平达达乌帕古的三大不足 嗯 嗯 才会让我们过得太安逸 无所事事 嗯 情团长给人的感觉 一却很可靠 但是 总觉得这个家伙 已经最熏熏的了 嘿 朋友 你好 怎么样 想听听六指桥色 偶心立穴的最新作吗 呃 蒙德的最强战力 我想 那是一个红衣服的小女孩 没错 这就要说起半个月前的某一天 我去望风山地寻找新作的灵感 结果 你猜怎么着 啊 怎么着 我发现了一位极具破坏力的强者 望风山地的一大片地貌 都被那位强者改变了 哇 那时 我躲在灌木丛后面 看到一个红衣服的小女孩跑远了 只留下面目全非的山地 呃 但是这样说了 别人也不相信 嗯 小女孩和那么强大的破坏力 很难联系在一起呢 要我说 她一定有什么 大家都不知道的宝物 说不好 还是全蒙德最厉害的宝物 你是说 宝物 你听见了吗 这是我的猜测 呃 不对 是阴忧识人敏锐的感觉 谢谢你 啊 难得的知音啊 我是多么喜悦 居然在 那个小女孩 叫什么名字呢 呃 名字我就不知道了 不怎么在蒙德城里见过她 诶 别不相信啊 我说的可都是实话 嗯 听上去还有点神神秘秘的呢 不过 谢谢你的情报 果然就跟巴顿先生说的一样呢 但是 如果像这样 谁都说服不了谁的话 岂不是永远都不能知道 蒙德的最强战力到底是谁了 啊 有啦 我们去找秦团长问问看吧 说不定会有 西风骑士团认证的官方排行榜 那就要看他们有没有算上你的事迹了吧 放心 我还是很信得过你的实力的 我看他们有没有算上你的石子 我爱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倩 不能帮上忙了 我身边并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好可惜 我还希望看他排上前五呢 即使没有这方面的统计 我对这位荣誉骑士的实力也从未质疑过 对了 说到这个 最近又有深渊教团的法师在蒙德城附近鬼鬼祟祟的出没 如果你们在蒙德周边逗留 也希望能够帮忙留意一下 以你的战力 守护人们的安全应当不成问题 好 如果能把深渊教团解决掉的话 他的排名又会上升一点吧 总之 打倒他们就对了啦 感觉被你们的干劲激励了呢 那么 一路小心 深渊教团近期活跃的原因 还需要更进一步探明 旅途中还请小心 你没事吧 我 我很好 对不起 撞到了你们 这上面写的是 城里放炮禁闭式暴盗 炸弹伤人请找上门 放火烧山可力完蛋 哎呀 这 这是凯耀哥哥帮我总结出的 总结出的 生存守则 生存守则 这 就是不论如何 千万不能违反的东西 不然 会发生很可怕 很可怕的事情 嗯 啊 啊 啊 忘记做自我介绍了 我的名字叫做可力 叫我派萌就好啦 我知道你们的事情 是帮助了蒙德的荣誉骑士 哇 好感动 又一次得到了肯定 我是金安博 啊 不对不对 来不及说这些了 我 我其实有件很紧急 很紧急的事情 所以才抱着地图跑来这里 我 我埋在地狱森林里的宝物不见了 你是说 宝物 还带着宝物 六指桥色先生说的强者 难道就是可力吗 宝物失踪可是大事 要不 我们帮你找回来吧 好耶 谢谢你们 我看看 呜 宝物就在地图上的这个位置 我劝出来了 我在买宝物的地方 还插了一个小木牌 很好找到 木牌 好像能明白宝物为什么会失踪了 荣誉骑士哥哥 我们赶快出发吧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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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明明东西不见了 小可力怎么很开心的样子 呃 因为最近雷子和阿贝多哥哥好像都很忙 可力不能去打搅他们 但是 可力现在交到了新的朋友 没想到会有哥哥帮忙 嘿嘿 可力很安心 看见机会有事 了吧 跟一个人隔天 还转得 他们满手 拍摄 我 不可以 成功 我们可以 到了到了 就在这附近 你们看 我那么大一个宝物 之前就是埋在这儿的 被挖出了一个坑呢 是神渊法师 难道他就是秦团长之前警告的 偷偷接济蒙德城的 他手里拿着的是什么 是我的宝物 去 那女孩居然带了帮手 计划有编 喂 你有本事别逃呀 神渊法师 之前来森林里玩的时候 没有见过呢 看起来挺可爱的 感觉摸上去的手感也会很好 毛茸茸 软乎乎的 快把宝物交出来 烦死了 好不容易到手的 怎么可能还给你 你端子 踩 冻结吧 喂 小可莉千万别被迷惑了 神渊法师是坏人哦 啊 是的 秦团长告诉过我 偷东西是不好的 灯祝 蛤 如果你们不在 只要那小女孩一个人的话 哼 啊 深渊法师逃到这里就不见了 这是怎么回事 黄心 非常摇滚的选择 啊 是秘境的入口 深渊法师一定是逃进去了吧 小可莉 还跑得动吗 要不要留在这里 我们逃来宝物之后还给你 不 不行 我要跟你们一起去 猫肉肉偷的是我的东西 我自己也要负责把它夺回来 嘿嘿 可莉是很厉害的 荣誉骑士哥哥 我们走 我们走 早就准备好喽 来 来 来 猜猜吧 傲子 弹起来吧 火力全开 黑之一 评断昼夜 啦啦啦 哼 哼 噠噠噠 哦 来来啦 弹起来吧 虽然你都可以冲完 打打打 你断罪之名 统结吧 抱歉了 蹦蹦载丹 追上来了吗 看来你们还算有两下子 不过 你们也就到此为止了 你想要做什么 我们可是在人类的传言里 收集到了详细的战力情报 这个红衣服的小女孩 拥有蒙德城最厉害的宝物 现在宝物在我手上 你们再着急也没用了 好 就用这个宝物来对付你们吧 不行 千万别动它 看你慌张的样子 终于知道害怕了吗 让我看看 黄焰的标记吗 生存守则剧 伤人请找双门 啊 完了完了 这下却完了 嗯 啊 可莉的宝物 原来是炸弹嘛 嗯 难怪会有可莉是蒙德最强战力的传言呢 至少我是肯定不敢跟他打架的啦 但是他为什么要逃走呢 嗯 也对 那我们还是先回骑士团 找秦团长汇报一下情况吧 啊 可莉也在这里 我 我自首 我 我 我的炸弹 炸弹扎伤了人 嗯 违反了生存守则 我肯定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可莉 你先回答我 伤员呢 伤员人在哪里 啊 但 但是毛茸茸只是偷了东西而已 我的炸弹却把他给 我之前说深渊法师是坏人 只是一种比喻啦 深渊法师不是人类 他们是 嗯 与人类为敌的坏家伙 嗯 毛茸茸 与人类为敌 是坏家伙 哎 哎 脑 脑袋跟不上了 嗯 这是我的疏忽 因为你还太小 我之前从没有把这些告诉过你 实际上 深渊教团的怪物们 是侵扰着蒙德的威胁 最近格外活跃 对哦 我明白了 他们就是听到了宝物的留言 才盯上可莉的呀 就像 就像我最初也会想得到 不 想知道这宝贝一样 所以 所以说 看在你这次的功劳上 下次的羽球节就允许你一起参加吧 啊 羽球节 哇 哥哥到时候也一定要来哦 哎 圆满的结局 不过 不过 可莉 你原先的宝物藏在了哪里 嗯 嗯 是不是又想去炸星落湖的鱼了 我 我不是 他在拼命给我们施眼色呢 可莉 嗯 可莉这就去金币室报到 嗯 嗯 不知道可莉一个人关金币 会不会无聊 猜猜我是谁 啊 是小叛蒙的声音 好啊 那就 嗯 不 不对 可莉是真心在反省的 不要诱惑我 禁闭期间 我会留在这里 做羽球节特制版的宝物 嗯 宝物 嘿嘿 我专门做成了羽球的形状呢 很可爱的 等到了羽球节的时候 嗯 大家一定会喜欢的 唉 要是这段话被秦团长听见了 他的禁闭时间 估计又要加长了吧 你好 月风神护佑你 嗯 嗯 下次我会更小心的 下一次 我会安全地完成一场伟大的冒险 我听说 冒险家协会也有一套冒险的守则 是不是 应该去拜托他们呢 啊 要是这段话被赛流司会长听见了 他一定会去拜托秦团长 继续加长可莉的禁闭时间吧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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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